欢迎来到思维健康,我是杨医生 今天我们聊一个特别让人兴奋的话题 2024年,延长人类寿命的科学新发现 从前沿治疗到热门的趋势 我们正在寻找不仅让寿命更长 而且让生活质量更高的方法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令人期待的科学发现 延长寿命不只是活得更久 而是要活得更健康,更有活力 但我们面临很多挑战 比如说像阿尔采姆症这样的年龄相关的疾病 身体和大脑功能退化 还有我们的生活习惯 您知道吗,我们的寿命70%都取决于我们的生活方式 比如饮食和运动 这意味着我每天的选择对寿命有巨大的影响 那么遗传因素虽然重要 但是科学家发现 基因只占我们寿命因素的20%到30% 也就是说其他部分我们是可以通过努力改变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2024年最令人兴奋的几个科学突破 这些可能彻底改变我们的衰老方式 今年最重要的突破之一 就是所谓的Sinolytics 清除疗法 这种药物专门针对僵尸细胞 也就是那些已经停止分裂了 但又不死掉的老化细胞 这些细胞它会引起炎症加速衰老 通过清除它们科学家发现 我们可以减缓甚至力转衰老的一些表现 想象一下肌肉更强壮 皮肤更紧致 大脑更清洗 这可能在未来都是一个现实 另外一个越来越受关注的是 氢分子疗法 氢分子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 可以减少氧化因机症状 这是衰老和慢性疾病的主要原因 研究发现 氢疗法可以有助于改善皮肤弹性 保护心脏和大脑健康 无论你想抗衰老还是提高 整体的健康 氢疗法都是必不可少的 外密体疗法是另外一个激动人心的发现 外密体是细胞释放的微小颗粒 它们就像快递员 在细胞之间传递修复和再生的心靠 通过讲外密体注射到人体里 科学家可以加速组织的修复和再生 无论是炎症关节疼痛 还认知衰退 外密体的疗法都显示出了巨大的潜力 当然了 这个外密体不是一般细胞的外密体 它最好是 这个奇在血 Warton-Jenney里面的 婴儿的干细胞 分泌出来的外密体 它既没有一些伦理的问题 同时它的再生和抗炎的能力又非常的强大 关于轻分子疗法和外密体的临床研究 我们都在进行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请联系我们 我们可以根据您的情况来确定 它是不是适合您使用 第四就是表观遗传从编程 这是前沿科学中的前沿 表观遗传从编程 它可以从治细胞的生物年龄 科学家用山中因子 成功地让老化的细胞恢复年轻状态 在动物实验当中已经取得了成果 在人类也是指日可待 简单来讲就好像给你的细胞 摁下一个从起见 让这个衰老的细胞恢复青春 这对抗击慢性疾病和严患衰老意义非凡 第五就是基因编辑和CRISPR技术 通过CRISPR这样的工具 科学家正在研究如何修改控制衰老的基因 比如说通过优化负责细胞修复的基因 我们可以摆脱很多与年龄相关的疾病 增加寿命 虽然在实验阶段 这也很令人期待 第六就是饮食的创新 说到延长寿命 饮食绝对是个重点 无论是间断性断食植物性的饮食 研究都发现吃什么 对我们的衰老过程影响很大 比如间歇性断食可以减少氧化硬剂和炎症 而植物性的饮食 则能够改善心脏的健康 让寿命更长 如果想延缓衰老的话 从今天开始就改变饮食的习惯 再生医学现在正在彻底改变我们的医疗方式 从肝细胞疗法 到实验室培养的人体器官 以及我们刚才讲到的外密体 科学家都正在找到修复和替换老花组织的新方法 实验室培养的内器官 可能会能够代替衰竭的器官 听起来像科幻小说 第八就是人工智能和个性化的健康管理 人工智能在寿命严创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AI可以帮助我们发现衰老的生物标志物 预测疾病风险 甚至根据个人的生物特征来制定健康方案 想象一下带上一个设备 它能告诉你如何优化健康 这就是未来的趋势 当然这些科学突破令人激动 但我们今天就能做些什么 来延长寿命和增强健康呢 首先就是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多运动 吃全食物 减少压力 另外有条件可以尝试一些新的疗法 像轻分子疗法 外密体疗法等等 另外就是要关注肠道的健康 肠道菌群跟衰老密切相关 益生菌和益生源都可能有助于延长寿命 寿命延长的科学现在正在快速的发展 从基因编辑到轻疗法外密体疗法 我们离更长寿更健康的生活又进了一步 您对哪个突破最感兴趣呢 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也分享您的体验和高见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 记得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 随时掌握健康科学的新的动态 端粒世界十乎健康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